哈喽大家好,我是总舵主 这个猪板筋不要再丢掉了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吃的部位 这个板筋是里脊肉上面的一层 软糯的筋状物质 它吃起来兼具了软糯还有滑嫩的口感 今天我们用这个猪板筋 做一个非常好吃又下饭的家常菜 它做起来还非常的简单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点新鲜的猪板筋 这个天气太冷了 我们先用温水将它清洗一下 这个猪板筋价格不贵 我这边只要12块钱一斤 这个价格相对其他猪肉还是相对的便宜的 而且还非常的好吃 我家经常的都会买一点回来吃 这东西好吃还不贵 大家看一下这样的猪板筋其实还是非常好的 我们在挑选的时候 挑那种尽量少带瘦肉的那种 将它清洗干净之后 把板筋上面多余的瘦肉我们去掉一点 把切出来的瘦肉我们留着下次炒菜用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这样一条板筋就比较好 因为它的瘦肉是只有薄薄的一层 接下来我们开始将这个板筋进行改刀处理 大家看一下这板筋的纹路 我们需要根据板筋的纤维进行逆纹改刀 这板筋逆纹改刀的作用 可以使得吃起来的口感更加的好 将它改刀切成大概一厘米宽的长条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家做菜 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那就帮小老弟点个赞呗 真心的感谢您了 感谢您喜欢的也可以双击关注一下 想学做菜的时候也可以来我这里找一下灵感 将板筋改刀切好后 先给它装起来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些小料 准备一片八二年的老橙皮 先用开水将它浸泡起来 放开一边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点豆豉 我用的这个是羊姜黑豆豉 这个在一般的超市或者杂货铺都有的 我们取出一点点的黑豆子 就一道菜不用太多的 接下来用菜刀将它稍微的剁碎一下 这个也不用切的太碎 稍微的剁一下就可以了 剁好后装起备用 然后再准备几个大蒜 还有一点点的老姜 将它轻轻的开一下 然后剁成姜蒜末 将它剁好之后 同样的先给它装进碗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几颗小葱 将这个葱白还有葱叶将它分开 改刀切成葱花 剩下的葱叶同样的给它切成葱花 然后单独的将它盛放出来 接下来再准备少许的红辣椒 将它改刀切成椒丝 最后切成红椒米 切好了之后和姜葱蒜放在一起 好了 这时候的橙皮已经泡远了 我们先给它拿起来看一下 这时候可以看得到 橙皮已经是充分的泡透了 然后将它取出来 然后用平刀法将里面的囊给它去掉 尽量把里面白色的囊 给它去的干净一点 否则它是会有一点苦味 这一步如果是非常老的老橙皮 可以不去 去掉里面的囊之后 就将它改刀切成橙皮丝 最后切成橙皮末 这个橙皮末的量 不用太多的 一点点足够了 切好后先给它装起来 接下来开始炒制酱料 起锅下油 油热之后 把这个姜葱蒜料头给它放进来 用小火将它炒一下 将它煸出香味 然后再下我们剁好的黑豆豉 同样的将它煸炒一下 把豆豉的纸香味给它煸炒出来 但是不能把豆豉煸炒得太过火 不然豆豉会发苦 接下来开始酱料的简单调味 加少许的生抽 蚝油 还有鸡精提鲜 然后再来一点点的食盐 还有适量的白糖将它翻炒均匀 最后把橙皮末给它加进来 再来少许的胡椒粉 这个橙皮末一定要最后才放 不然煸炒的时间过久 它同样会发苦 最后把调料翻炒均匀 炒出香味了之后就可以出锅了 接下来开始将板筋进行腌制一下 板筋中加适量刚刚炒好的酱汁 再来上少许的食盐 还有白糖 蚝油 还有生抽 少许 再来少许的老抽 上颜色 还有胡椒粉 同样再来一点点 接下来用你发财的小手 将它充分的抓拌均匀 把刚刚的调味料 给它充分的抓拌进去 接下来开始加适量的生粉 这个也就是土豆淀粉 再次的将它抓拌均匀 让每一片的板筋 都充分的包裹着薄薄的一层淀粉 这样腌制的顺序和步骤 让蒸熟后 吃起来的口感会更加的滑嫩 最后一步加少许的花生油进来 再稍微的拌匀 就这样已经是腌制完成了 腌制完毕后 取个干净的盘子 将它平铺开来 平铺开来的目的 可以使得食材均匀的受热成熟 好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蒸汁 起锅烧水 水开下锅 以水开计算时间 大火蒸大约9分钟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交给时间了 最近这两天广东实在是太冷了 又下雨又冷的 你们看我家两个猫都已经卷起来了 之前给它买的两个猫窝 已经快装不下了 这个是我们家的来福 这是后来剪的 同样是在小区里面 跟着我回来了 所以叫它来福 最乖就是它了 但是有时候也是非常调皮的 好了 时辰已到 这时候已经是蒸了9分钟了 我们打开盖子 家里要是有条件的话 可以像我这样子 撒上一点性感迷人的小葱花 最后一步 浇上少许的热溶就可以了 好了 就这样这道香喷喷的 齿之蒸猪板筋 就已经做好了 这猪板筋 还真的不要再丢掉了 真的是非常好吃的一个部位 下次你就像我这样做 真的是非常的下饭 板筋白色的这个筋膜 它吃起来的口感非常的圆糯 而且很香 肉质也非常的滑嫩 一点都不柴 这个部位不但可以蒸着吃 炒着吃也是非常不错的 好了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这道菜的一定要收藏试做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